浙江于瑶号色局长的后宫 103名女教师 18名女生 2名女校长 于瑶市官方就发布消息 于瑶教育局一把手被调查了 随着官方消息的发布 网上关于这位局长的消息 也逐渐多了起来 人们也终于看到了 这位局长隐藏在道貌岸然下的 令人作呕的真面目 据网上消息披露 身为于瑶教育界的一把手 曾经的人民教师 中学校长 本该为人师表的王大局长 竟然和多达103名女教师 发生过关系 侵犯过18名女学生 与此同时 还包养了两名颇具姿色的女校长 于瑶各大校园 竟然成了王大局长的后宫基地 因为她的罪恶 曾经致使一名未成年女生流产 导致这个孩子终身不孕不育 这份罪孽简直丧尽天良 好色之外 还贪财 而且是毫无底线的贪 为了敛财 她将罪恶之手伸向了孩子们的餐盘 于瑶288所各类学校的食堂 无不遭到她的荼毒 贪污金额累计超过3亿元 有网友总结了一下王局长的日常 早上单位醒酒 中午陪情人 晚上就是精彩的夜生活了 道貌岸然的王大局长 在于瑶的教育界绝对算得上名人 在当地教育系统内可谓数大根深 从专科毕业后进入职高学校 当了一名普通的教师开始 一步步爬上教育局基教科副科长的位置 之后为了升职通过在职大学杜金 在取得学历后 果然一跃成为教育局的办公室主任 这个位置可以说上到教育局 一把手下到各学校大小领导 全都能接触到 王胜站也凭借自己出色的交际能力 取得了领导的赏识 被安排到于瑶中学担任校长 要知道这样的学校 几乎都是地方上的香波波 也是最容易出成绩的地方 毕竟这样的学校 几乎囊括了整个地方最优秀的学子 果不其然 因为工作成绩突出 王胜站在此回到了教育局 并且成为教育局的一把手 真正站到了于瑶教育系统的最顶端 这个时候 王大局长再也不用看人脸色了 他开始彻底放飞自我 在网友的描述中 王局长的日常真可以称得上是日理万机 早上醉眼迷离的来到单位 在办公室里喝茶醒酒 顺便选择中午该去林姓哪位后宫嫔妃 到了中午直接约会情人 到了下午回到单位养精蓄锐 为了晚上精彩的夜生活做准备 据说王局长的夜生活 就是在各大KTV或者夜总会出没 甚至PC加班到深夜 乐此不疲 难怪王局长需要敛财 估计是补身体太浪费钱了吧 毕竟已经50多岁的人了 要是不补补的话恐怕 在外面的糜烂生活 王局长尚不满足 他还把罪恶之手伸向了校园中的教师和学生 将本该是净土的各大校园搞的是乌烟瘴气 通过掌握教师职称平定的权力 对于姚广大教职工进行压榨 男教师想要评职称 必须要送钱送物 女教师要评职称 稍有姿色的不但要送钱 有的时候还要搭进去 人稍欲反抗 王局长就会来一句 我让你在余瑶教育系统混不下去 很多教职工为了饭碗不得不妥协 据知情人爆料 迫于王局长淫威 而不得不与其发生关系的女教师 多达103名 甚至有两名颇有姿色的女校长 与其长期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在欺负了女教师后还不满足 王局长又将她的罪恶之手 伸向了那些花一般年纪的女生 据说遭到她侵犯的女生 有18人之多 其中有个女生导致流产 造成了终身无法生育的恶果 写到这儿 笔者实在忍不住 这玩意儿简直就是个人渣 在王局长的诸多传说当中 最触目惊心的一件 莫过于为了和一名女生长期保持这种关系 在该学生毕业之后 王局长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 在余瑶教育界大肆举办各种汉服活动 而这些汉服都来源于 王局长为这位女生开设的汉服店 兼顾了色语才 王局长真的是人才 这件事在余瑶的教育界也是公开的秘密 据说一次汉服活动动辄数十万 而这些最后都进了王局长的腰包 却需要学生家长来买单 有的时候比者实难理解 这些公开的秘密 为什么能长久的存在 除了好色 王局长贪财也是一把好手 早在其担任余瑶中学校长的时候 王局长就开始了自己的疯狂的脸财路 作为余瑶最好的中学之一 很多家长削尖了脑袋 都想把自己的孩子纵金这里面去 看着这些家长 彭扶让王局长看到了无数飞舞的钞票 在向其招手 仿佛看到了金光闪闪的升迁之路 在向其铺开 于是他利用手中掌握的招生的权力 明码标价 让家长以赞助费的名义向他送钱 就这样 很多有钱人的孩子 得到了名校的名额 而那些品学兼优的学子 却失去了这个机会 有多少孩子 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 也难怪这些年 于瑶中学的成绩 并不如何耀眼了 除此之外 就是学校食堂上面的贪腐了 这得良心丧得何种程度的人 才能把手伸向学生的餐盘啊 更为可笑的是 就是这样一个五读剧全的恶棍 竟然舔着脸 想了一本叫做用整个心做教育的书 更为讽刺的是 作为教育界风向标的中国教育报 竟然将这个恶棍 在2018年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校长 简直是华天下之大鸡了 而且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 王局长竟然说 这本书是凝聚了他几十年教育工作体验的心血之作 不知道这番话被于瑶那些受他欺凌的教师 学生以及学生家长们听到之后 该做何感想 而今当王局长被掀了牢底的时候 回头看看这个人的所作所为 竟然能够逍遥这么些年 莫名的感到悲哀 是的悲哀 王胜站被抓的时候 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了 王胜站的恶行不是一朝一夕 而是存在很多年 据说这些年群众也不断上访 可是一直没有结果 王大局长依旧逍遥度日 对此 我们是不是该有几分疑惑 上梁不正下梁歪 有王大局长带头做示范 下面的小弟必然有样学样 随着两位副局长落马 才牵出王大局长 最终才揭开那一副 道貌黯然下的令人作呕的形象 是不是有点晚了 谁曾为那些受到欺负的教师 做过什么 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的教师 还能好好的教书育人吗 谁为那些受欺负的学子 做过什么 被人断送的前途 该向谁所要 即便王大局长受到制裁又如何 这些是不是本应该避免的呢